一般脑血管狭窄能活几年 竹温医生特药专家刘晓勇 西安市第九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脑血管狭窄以后呢 寿命的长短呢 一般取决于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狭窄的部位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狭窄的程度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说这个狭窄的部位 狭窄的进展程度 进展速度 首先来说这个狭窄部位 如果狭窄部位呢 处于这个比较大的动脉 狭窄动脉比较大 这个对人体造成的危害性相对会比较大的 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甚至危机生命 第二个呢就是说 狭窄的程度 根据不成的程度 会对患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如果狭窄程度 越严重 肯定对患者产生的副作用呢 比较大 这样的肯定会影响到患者的寿命 如果狭窄在大的血管 进展速度又比较快呢 这样的危害性更大 甚至会造成患者很快的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